各位朋友大家好 刚刚从一个会场上回来 在会场上今天遇到了一位博士朋友 以前也见过面 那么他看了我最新发布的视频以后 在这个会场和我争论了很多 而且他说你可以把我和你争论的观点 在你的视频里面去跟大家解释一下 看我的立场对不对 我说好 我回去就做视频 我就把你的立场亮给大家看 他这位博士先生的观点就是什么 他说这次中共修改宪法 给习近平任期无期限 给习近平集权 有利于中国 让习近平控制了权力 然后无限期以后 习近平有足够的时间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步 这是习近平独裁帮助他进步的一个方面 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 大家注意 我一个一个来解释 第二个观点 习近平集权了 有了这么大的权力 并且有了无限期的任职 就任何人不可以挑战他 因为他一直在任职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就去打击盗国贼了 这是博士的两个观点 这个博士啊 他不是一般的博士 是政治学博士 而且是双博士 一个是国际关系博士 再一个是政治学博士 这是一个80后 年龄呢 应该比我轻一点 尊重我建民老师 建民大哥 我们是可以保持互相尊重 只是政治交锋和政治观点 那我是当仁不让 我首先来解释他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集权 因为没有任期 习近平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 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来布局 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步 好 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来回答 习近平其实修不修现 中共他都是专制的 中共都是独裁的 中共从建政那天起 他就已经破坏了民主法治 他所制定的宪法 不过是忽悠老百姓的 是让老百姓以为中国还有过一个什么宪法 其实从毛泽东开始 就没有一个人遵守过所谓宪法 在中共他的统治下 一切问题都不是宪法所算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借掌了中共的政权以后 邓小平曾经说过 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你注意邓小平讲的话 什么叫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 首先要知道 你富与不富 不是宪法给你的权利 而是中共给你的权利 中共允不允许你富 第二个 允许富还要允许谁富 是谁可以得到允许富 邓小平八十年代允许富 允许来允许去 首先是允许他邓家 允许太子党 允许他家邓土方邓之方邓南邓林邓荣先富起来 允许王震陈云这些八老家族先富起来 允许中共的太子党官二代先富起来 允许你泥头百姓富起来嘛 你看看 经过中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后 全社会的财富最主要的集中在那几百个家庭 这几百个家庭哪一个不是太子党的红二代 哪一个不是他们曾经在共产党的高层官位上面 占据着一席之位人家的子弟富起来 你看过哪个离头百姓富起来 有人讲王健林富起来了 马云富起来了 这些人他们家里面并不是红二代太子党 但有没有想过王健林也好 许家印也好 马云也好 这个马化腾也好 这些人富起来 是谁给他输送的力量 是跟哪一个家族关联啊 都是跟中共的太子党和中共红二代他们的家族关联 他们不过是带这些人操作财产的一个白手套啊 那吴小辉就是这样啊 这个习近平他自己家族没富起来吗 这是我和这位博士交锋的第一个观点 习近平他独裁了就给人民民主的权利了吗 从习近平十八大接任以来 这么六年来习近平给过哪一个人民有自由民主的权利 他推动过哪一个中国有政治体制向着民主方向的发展 他搞得哪一样推动足够政治进步的事情 是向着世界文明潮流方向发展的 没有吧 不是说那是因为习近平权力不够 那习近平还要什么样的权力够 习近平担任了中共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党的总书记 国家的主席 军委的主席 担任了中共所有的各个大大小小组的组长 习近平已经把解放军少将以上的这个将军已经给他抓起来 有一百五六十人 这不可谓他没有权力吧 他如果没有这个专制权力 他能把这几百个将军都抓进去 他光抓进去就正国级 副国级 相当于副国级以上级别的人就抓了一二十个 习近平如果没有集权 他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他已经有那么大的权力 你看他做过哪一件为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事情呢 这位博士的第二个观点是习近平如果集权了 他就会打击盗国贼 我真为博士脸红啊 你那些书都不知道都到哪去了 打击盗国贼 谁是盗国贼 习近平不是盗国贼 中国的钱习家盗得最多 他姐姐习巧巧 习家家不是盗国贼 他老婆彭丽媛的妹妹叫彭丽娟 彭丽娟的丈夫李苏福 李苏福一会儿把沃尔沃买下来了 一会儿把戴姆勒奔驰买下来了 你觉得他的这个家族还不是盗国贼 你光以为什么王岐山盗国 什么政治局其他常委盗国 中共哪一个官员不盗国啊 中共现在瓜分中国天下的这五百多个家庭 人人都把中国已经盗光了 谁家不是盗国贼啊 以习近平为首在盗国 所以根本不存在习近平要打击哪一个盗国贼 相反习近平和这些盗国贼是狼狈为奸 互相瓜分国家资产 他要打击的是他的政治异己 他要打击的是习近平认为在政治上对他有妨碍的人 跟盗不盗国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次宪法的修正案第13条规定了 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但是国家在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依照法律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的 好了 这条财产是吧 这条财产就破除了宪法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就是你的财产我首先尊重 不可侵犯 但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剥夺 那还有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呢?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什么叫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由谁来界定? 但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剥夺你的财产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马化腾许家印就该醒了 这个马云王健林就该醒了 因为你的财产为了公共利益随时可以剥夺嘛 什么叫公共利益? 由习近平说了算 他说什么是公共利益 什么就是公共利益? 央视在22号报道了菲律宾总统杜尔都特 他对京方的一句喊话 说是如果我的任期结束 我还赖的位置上只要有一天请下午开枪 不能让任何人扰乱宪法 外媒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2号向菲律宾军方表示 如果我到任期结束还不下台 哪怕超过一天请朝我开枪 请菲律宾军方与国家警察不要让我或者任何人扰乱宪法 很多朋友看到这话很兴奋 说这番话央视是借肚尔都特之口来说给习听的 还是说给军人听的呢? 央视没这个胆子去说给习听 更没有这个胆子说给军人听 但是我们不排除央视或者是有一部分这个其他的势力对习修改宪法 无限期延长自己任期提出某种暗讽暗欲 我们不排除 是啊 这个作为国家宪法神圣不可侵犯啊 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 如果有人乱了宣法 你们可以向他开枪 杜尔都特是对菲律宾的军人喊话 那么中国的军人你们听见了吗? 我告诉你讲 在这个习近平这一次马上要召开的全国人大早 保证习近平修宪是全部代表通过 没有哪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 中共这个所谓三中全会 不过就是为习近平这次修宪走一个过场 有哪一个人敢站出来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因为这些人的乌纱毛比谁都重要 习近平的修宪是说中央副主席以上都要主动放弃退休 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你看习近平多高尚啊 他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他要为人民干到老干到死 你们人民还不答应他吗? 他要延长任期 习近平口口称他要守住中共的这份家业 我是人民的协务员 我们要守住共产党的这个家业 中共什么家业啊? 中共有什么家? 中共有的家业就是血债 习近平他自己敢把中共的血债扛上 由他自己来帮助中共敞还这个血债吗? 习近平不敢 习近平只想借着中共来摸取自己更大的利益 也获得他个人更大的权威 但是中共的血债累累 习近平你是逃不掉的 不管你习近平你是愿担当还是不愿担当 当你在中共这个最高职位上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血债给扛下来 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25号新闻联播里面 习近平旁边坐着的李克强面如死灰 李克强这时候的心态大家都在揣摩 我想不用过多揣摩 因为坐在习近平身边的任何一个幕僚 不管他地位多高 他都在考虑着习近平有没有可能随时让中纪委敲他的门把他带进秦城 因为习近平他最后的这个办法就是一手拿家 一手拿金钱 开始来完成他的这个另一个红线皇帝梦 梁启超在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 他写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 此次皇帝之出产 不外乎右手持利润 左手下金钱 销区国中最下见无耻之少数人 如眼魁蕊细者然 有一人在幕内牵线 由其左右十数壁垒 辱辱而动 其十数人肤县第二线 而千余百不识廉耻之辈 冒充国民代表 辱辱而动 其丑态慧生不与社会 这是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和他身边的幕僚的丑恶给予这揭露和批判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进步都是靠洋人用鞭子抽过来的 中国人本身他们很难跨进进步的门槛 他们每一次遇到这种复辟的时候 他们都很快的能够死灰复燃 中国人总是一边享用着西方文明带来的各种成果 一边依应着自己祖宗有多么的神奇 在他们的这种春梦里面 祖先都是穿着华丽的绸缎 用着精美的瓷器 读着辉煌的诗文 这些祖先都是这些文明的君子 而真是中国的历史 大家都看到是鲜血 阴魔 残杀 屠杀 威瘦 贫穷 奴役 野蛮和无耻虚伪 下作 共产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 他的女儿叫燕尼 燕尼曾经问过德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维特克说 你能不能用最简明的语言 把人的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面 唯科特说 不必只要四句德国的艳语就够了 第一 上帝让其灭亡 必然让其疯狂 习近平首先符合这个特征 这是第一 二 时间是个塞子 最终会逃去一些陈渣 那么习近平已经给了他六年时间 再经过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这些陈渣 当这些泛气的陈渣都被时间这个塞子塞去的时候 习近平的本性露出来的时候 最终习近平灭亡的时间就到了 第三 密封到花 结果使花更茂盛 这也就是我讲的 习近平的修宪是塞翁 习近平他企图采花大盗 但是很可能习近平灭亡在即 第四 暗透了就可以看见阳光了 好 我们就从德国这个历史学家维特克河里面的四句 我们就看到了 习近平他既然敢于修宪延长他自己无限期的任期 那么任何一个在习近平手下的幕僚 他们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 至少有一部分希望习近平倒台 或者是希望习近平早一点离开这个政治舞台的人 就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同时有相当一批醉醉不安的人 总觉得习近平有一把利剑压在自己脖子上的人 这些人当他们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们在绝望之余 他们就会做最后的素死搏斗 因此兵变政变和各种暗杀都有可能开始 这也是我在上一期节目讲的 当习近平宣布他自己可以无限期的 扔他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职位的时候 也是死亡的钢刀和暗杀的礼剑 已经对着他喉咙的时候 这两天微博上封言很厉害 因为中国是不允许老百姓随便利任的 这个现在这个微博上的议论 已经到了就是像袁世凯也是这个敏感词了 侵害革命也是敏感词了 对于批评政府 美国会告诉你 那是你的基本权利 中国的港澳台政府可以告诉你 这很平常 那是你不能放弃你的权利 但是在中国大陆他马上告诉你 这是不稳定因素 对于官员的财产公开 在美国告诉你 那是当政者最基本的要求 在港澳台那是要告诉你 那是一个做官 你证明自己清廉的一个基本标准 可是在大陆你要叫官员把财产公开 那你就是属于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就是社会的动荡因素 你是阴谋颠覆政权 美国的领导人动不动就塞他们的家庭合影 我们看过小布什的 看过克林顿的 看过奥巴马的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川普总统家族的 你以为美国人是动不动的塞这些照片 都是像我们一样去炫富 炫他们家人的美丽吗 根本不是 他们是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全家老小都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 都在美国生活 而中国人 你看看 中国哪一个高层敢把他们的家族晒一晒 他们的家里面都是国家极端机密 藏得严得很 在中国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合法的妻子老婆什么机密 他们家里面的很多中国孩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孩子的亲爹是谁 这些孩子的这些亲妈是谁 这些亲爹亲妈弄好都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西方 他们一边享受着西方文明 一边为专制高唱的赞歌 习近平他究竟有多少私生子 有多少情人 你不知道 习近平他早就安排好了 有人说习近平他这个接班以后无以为继 说得习近平三五个私生子 现在已经给他培养起来 他把他自己的任期无限制 就是等他这些孩子长大 然后他也希望他习世王朝能像金正恩一样 能有习一世 习二世 习三世 甚至习万世 但是他不过是痴心妄想 历史的车轮 会把习近平的这个所谓他的习世梦 他强加给予中国老百姓的中国梦 会碾得粉碎 习近平的下场 只可能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他和彭丽媛的归宿一定是齐奥塞斯库和艾尼娜齐奥塞斯库 在乱枪纷飞中 然后是被人民彻底的击逼和扑弃 今天这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